新北市永和警分局长陈宝安 副分局长林志贤等人 热情接待新北市新闻记者职业工会理事长黄春山 总干事林富贵等人到访 说到和媒体互动 待过多个单位的陈分局长表示 每个地区都有地方特色 到现在都很难忘 这当中也包括了和在地记者的互动 新闻记者工会和分局长陈宝安等人 对永和警分局辖区内的治安和交通等重点 进行交流与讨论 肯定分局长带领团队带来永和的治安和交通平稳之外 也希望未来保持互动 透过媒体传播重要资讯 要感谢我们永和分局 在我们陈分局长的领导之下 对治安交通这方面的辛苦 我们要给予高度的肯定 感谢新北市新闻记者职业工会 黄理事长这一群好朋友 今天来到我们永和分局来参观 对于提供许多宝贵的意见 对于治安交通还有卫民服务 都给予很多正面正能量的一些积极的建议 今后希望加强沟通联系 共创永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记者工会拜会警政单位 除了加强未来媒体报导 提高民众对于警察的服务作为之外 也提供了必要的改善建言 让警察助委提升管理的参考 记者湛于勋永和参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